大家仔细读了就可以感受到 农龄22条措施和31条措施 26条措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是进一步为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 这些措施呢 既着眼十四五时期大陆农业林业发展的新要求 也回应了台胞台企的主要的诉求 概括的说呢 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 立足新发展阶段 随着大陆加快实施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台胞台企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 是拥有更光明的前景和更多的机遇 第二个特点 契合台胞台企的实际需求 农龄22条措施贴近基层台胞的需求 聚焦台胞台企关心的普遍性的问题 第三个特点 涵盖面广 支持力度大 农龄22条措施 支持台胞台企参与 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畜牧水产养殖等多个领域的建设和经营发展 鼓励台企参与农林产品国家标准的起草 支持台胞参与乡村建设 这些呢 基本涵盖了台胞台企在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 同时就涉农 涉林 资金补助申请 深化台企和农肯企业的合作 加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方面呢 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对台胞台企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那么下一步国务院台办农村农业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呢 将会落实落细这些措施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 主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